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里面有root 是个binary tree 然后level的话呢 root的level是1 然后往下的话就是2 所以我们level有1 2 3 三个level 用这个例子 我们要return最小的level 里面的level里面的所有的值加起来是最大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它有三个level 第一个level加起来是1 对吧 总值是1 然后第二个level呢 是7 对吧 因为7加0等于7 第三个level 7加负8等于什么 负1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是7 然后7在level几 7在level2 对吧 所以它这边也给你解释 这就是为什么它的output是2 然后第二个我们就不多加计算 总值就是它最后最小level里面的最大数字 是在level2 好 那了解题目需要我们做什么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重点 这边有keyword 对吧 它的keyword重点是什么 level sum 当我们在做tree的题目的时候 我们看到level 我们就知道 OK 这我们大概可以用bfs去解 对吧 bfs就专门解 解level的 广度优先搜索 然后呢 first in first out 然后还要干嘛 找smallest level with biggest sum 表现什么 表现我们要找出最小的level 然后里面的值又是 跟全部level里面比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一样刚刚讲过 可以用bfs的模板去便利它 然后我们还可以干嘛 我们的result这一次可以变得比较不一样 可以是一个list list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index0的这个位置 我们去存我们的level 然后在1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去存我们的sum 就是当前level 全部加起来的总值 那我们编便利的时候呢 我们会编去计算我们每一层的总值 对吧 因为这题目的要求 然后每次当每一层便利完之后呢 我们就把目前level的总数 去跟我们result里面的 index1的地方做比较 为什么是index1呢 因为我们index1的地方 我们存的是 我们的总数 对吧 然后呢 如果目前的总数呢 目前level的总数 比我们result里面的总数还大的话呢 那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一些更新 对吧 所以我们就把result index0 跟result index1 去跟旧的换掉 为什么要把result index0也换掉 因为index0我们存的是什么 我们存的是我们的level 那当这个level每次碰到 比result里面index1的地方还大的时候 我们就更新我们的level 然后一直跑下去 当我们全部便利完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return我们的result index0就可以 因为index0我们存的是我们的level 好那一样把这思路画出来 所以一样bfs解法 从我们一开始bfs 我们要把什么 把rule放进去我们的q里面 才可以跑第一个回圈 然后呢 长度呢 是1 然后current level要做一个更新 所以current level一开始是0 对吧 然后当他进去第一个回圈的时候呢 current level就变成1 然后目前的上是0 这样我们才可以每一层都会从0开始去 算他的每一层的总值 然后这边注意一点 我们一开始跟我们result的index0的level是 0对吧 因为他一开始什么都没有 然后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第二个呢 我们只用无限小 为什么用无限小呢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一开始的总值会是多少 所以用无限小的话呢 不管怎么样 我们拿他们去比较 无限小 都会比 我们的总值还小 这样我们第一次碰到的总值就可以被他换掉 就可以replace掉这个地方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回圈的时候呢 我们要干嘛 我们把长度跟level找出来了 对吧 所以我们要把node拿出来 所以我们把1从q里面pop掉 所以我们node就有1 然后呢 现在要干嘛 我们要算他的总值 对吧 所以current sum是不是就等于0加1 那就等于1对吧 然后要开始我们bfs的 看左边看右边 左下有没有东西 有东西是7 所以把7放进去 右下有没有东西 有东西是0 所以把0放进去 然后呢 这一层便利完了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看我们的current sum current sum现在变1了 对吧 因为0加1 所以current sum是1 1 有没有比我们目前 result index1的值还大 有对吧 因为它是无限小 所以呢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做一个更新 所以我们就把 我们当前的level是什么 当前level是1 然后当前的总值是什么 yes 是1 把它做一个更新 更新好之后呢 我们这回圈结束了 可是我们q里面还有东西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还要继续下去 所以开始第二个回圈 我们q的长度现在变为2 因为我们q里面有7跟0 current level变成2 因为我们现在在第二层 然后呢 所以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便利长度是q的长度对吧 所以我们要便利两次 所以我们先便利第一次 把7拿出来 所以我们no就等于7 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current sum 变成0了 对吧 因为我们开始一个新的回圈 所以0加7 就等于是多少 等于7 然后要看7的左边有东西 7的左边有东西 还是7对吧 然后7的右边有东西 有东西是-8 然后呢 便利玩第一次 我们还要便利第二次 因为q的长度是2 那么便利第二次的时候呢 no 就是什么 就是0对吧 我们把0pop出来了 pop出来之后呢 current sum 就等于什么 等于7 加0 还是等于7对吧 所以我们current sum 目前等于7 然后发现我们这一层 已经便利两次了 跟我们q的长度是一样 所以我们要去比较 比较什么 比较result里面的index1的值 index1是1对吧 然后current sum是7 current sum有没有比目前index 1的位置还大 有对吧 因为1的位置是1 所以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把result里面的值换掉 所以我们总值是7 然后我们level是多少 level是2 然后我们这一层就便利完了 来到新的一层 我们发现我们q里面还有两个东西 所以array还要我们的回圈还要继续 然后q的长度呢 是2 然后current sum变为0 然后current level变多少 是不是变3 然后呢 我们把7pop出来 所以我们no 就等于7 7的左边有没有东西 没东西 7的右边有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用加 然后呢 来到第二次的便利 我们把-8pop出来 呃 这边忘了 这边sum current sum 要变成0加7 就等于7 所以我们current sum变成7 然后呢 开始第二次的便利 把8pop出来 所以no就等于8 呃 -8 然后-8之后呢 我们要把current sum算出来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有7加上-8 等于-1 然后-8的左边有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8右边有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然后呢 我们q里面也没有东西 所以表示我们回圈 结束 这一层也算完了 然后不要忘记要跟current sum 做个比较 current sum是-1 -1 有没有比我们result里面 index1的位置还大 那会是7对吧 没有对吧 所以不用做更新 然后当这全部跑完之后呢 我们return我们 result index0的位置就是2 那跟题目的output是 呃 一样的 但是我们思路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现在把这个code 一样把它写出来 我们有个definition solutln一样有一个solution的方程 然后里面有一个root root是什么type呢 是tree node的type 然后return什么 return integer对吧 好 然后我们q 是我们bfs的模板 所以col e c t i o n s 然后用dq 然后呢q u e u e 要append什么 append我们的root对不对 这样才可以保证 至少一次的回圈 然后result里面呢 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 0 一开始是 这边是current level 是0 然后呢 值是什么 f l o a t 值是无限小 然后呢 我们还要把我们current level 去做一个定义 给大家做0 有了解之后呢 我们可以写我们bfs的模板 所以我们这边写y o q 然后呢 这边写current level 要自己加加1对吧 我们便利一次level就加1 然后呢current sum 这边要把current sum归0 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 我们的第二个回圈里面 就是去便利我们每一层 还有什么 还要把q的长度找出来对吧 q length 等于什么 等于ln 然后q u e u e 找出来之后呢 可以用那个当成我们回圈的范围 所以for underscore in ng in range range什么 q length 对吧 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说 current sum 是不是等于自己 然后去再加什么 加我们的 node 打 爆对吧 然后所以这边记得要 把node 一锅什么 一锅q u e u e 然后 pup left 因为first in first out pup left 才会符合我们的 一开始去排队人 最 一开始去排队人 最有限出来 的一个逻辑 然后pup出来之后呢 客人上去把他的值加起来 加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确认左边有没有了 if no 打 left 如果左边有东西的话呢 那干嘛 q 就要append 我们的no 打left 对吧 这边已经很熟悉 对吧 就是我们bfs的模板 然后看右边 q u e u e 打append 然后no 打right 然后呢 当模板做完之后呢 不要忘记我们要去做个比较 对吧 所以在外面我们就可以说 if currentsum 大于什么 大于result里面的index1 因为index1我们存的是 目前最大的 我们看到的result 如果它比它还大的话呢 那我们 result就要做更新 对吧 result0 就等于什么 等于currentlevel 因为我们index0的地方 我们存的是level 然后result1 就等于 currentsum 然后呢 当这些跑完之后呢 我们知道什么 return result0 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code就是这样子 那来讲一下 时间复杂度 时间复杂度 我们每一个no 都去便利过它一次 对吧 没有重复去便利它 虽然我们两个回圈 可是如果你只续去看的话 我们每一个点子 经历过它一次 所以一样是o of n 然后呢 空间复杂度呢 空间复杂度 我们用到q对吧 那我们又用到这个least 可是这个least是一个constant 因为我们最多就是两个数字 两个位置 然后q的位置呢 就是based on 基本上是由你数的大小 所以一样是什么of n 对吧 好 欢迎来到什么时刻 没错 欢迎来到幸福的时刻 我们先把刚才的code打上去 我们有个q对吧 q等于collections 然后dequeue 然后q要append我们的root 这样我们才可以保证 有一次 至少有一次的便利 然后current level 给它等于0 然后呢 要把我们的result 给定义出来 result一开始level 第一个位置是level 第二个位置是我们的总数 然后一开始给它无限小 开始我们bfs便利模板 whileq的话呢 那currentlevel 叫加1 然后currentsum 这边给它归0 然后呢 qlens 要把它找出来 作为我们便利的范围 所以unless of i in range qlens 然后这边把no pop出来 no就等于什么 等于qeu qeue q 然后pop left 对吧 因为是first in first out 然后currentsum 就等于什么 等于no currentsum这几 然后加no打val 然后no打val这边呢 是因为它的值是打val 所以我们用 打val去 把这个值找出来 好 那把它加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去看左边右边 对吧 所以 if no打left 有东西的话呢 那q就append什么 no打left 如果右边有东西的话呢 那q就是append什么 no打right 然后当这一层便利完之后呢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做个比较 对吧 就可以说 if currentsum 比 res里面的1还大的话呢 因为index1的地方 我们存了是目前最大的总数 那如果我们 目前最大 目前结果里面最大总数 那如果我们目前 currentsum 目前乘的最大总数 比我们结果里面的 最大总数还大的话 我们要去做个更新 对吧 所以跟什么 我们就把这一层的level 放进去 就currentlevel 然后把这一层的结果 也放进去 就currentsum 放进来之后呢 当整个回圈 全部便利完之后呢 整个数便利完之后 回圈结束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return我们 result里面的index0 为什么 因为index0里面 存的是 我们最大总数 里面的最小level 这一题送出去 应该是没有问题 好 那这一题的复习就到这边 那不要忘记 每个礼拜三跟礼拜日 美国西安时间的晚上10点 我会定时上传 我自己复习的影片 那如果这些影片 曾经帮助过你的话呢 那不要忘记 按赞订阅还有小铃铛 最后也希望 今天的大家都能比昨天厉害 我们下个影片见 Pea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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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